加拿大男艺人吴亦凡被判了13年 为何隔壁的韩国人会心生羡慕 甚至于开始质疑本国法律 只怪吴亦凡在韩国名气太大 也怪中国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毕竟吴亦凡这事要是在韩国 很大概率会轻易脱身 当得知外国人在中国也能判刑后 这次韩国网友倒是出其一支的点赞 今天就让队员来揭秘 为何韩国人会说 韩国法律就是在鼓励性犯罪 前有王力宏 李云迪 后有李一峰 吴亦凡 这两年的娱乐圈真的是太精彩了 我都不知道该讲谁 这不吴亦凡姓卿啊 一审判决出来后 队长只有一句感慨 Chris吴是真的敢 又是姓卿 又是剧众淫乱 还美其名曰选飞 真当自己是古代帝王了 更让队长不耻的是 吴亦凡及其团队还专门针对未成年下手 99年都现年纪大 你说判他13年铁窗冤吗 还有附加驱逐出境 等吴亦凡坐完牢已经四十几岁了 十年后才能再次回到国 这后半辈子怕是不能再害人了 当然除了税之外 还有税 不过是税务的税啊 从判决结果来看 吴亦凡在2019到2020年间 共偷税漏税高达0.84亿元 为此吴亦凡需要缴纳6亿的罚款 从一年前多美竹曝光吴亦凡后 凡凡的各位妃子也相继露灭 队长大致数了一下 几十位应该是有的 而最早的爆料日期则是在2013年 那个时候的吴亦凡还在韩国男团XO 2013年吴亦凡正当红 而绯闻对象则是韩国练习生林西亚 即便是对外曝光了大尺度照片 可吴亦凡的粉丝均选择支持欧巴 至于爆料的女孩 无疑是最受伤的一个 而同样的情况来到中国 多美竹在爆料吴亦凡前 也不过是无名小卒 却依靠一己之力扳倒了这座大山 这种情况在韩国人眼里 无疑是天方一谈了 因为韩国艺人性侵实在是太容易了